好,我们来看一下9.3D的这个练习集合间的关系 然后呢,这一个部分呢,我们是教了插几 插几就是有点像是减法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第一题是A是AEIOU 然后B是AIO C是ABC 那如果我们A减B的话 会得到什么呢 AIO去掉 剩下E和U OK,所以就得到E和U 好,然后呢,如果是BXA的话呢 就是A去掉,I去掉,O去掉 就剩下空级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减法呢,是没有交换率的 一交换的时候呢,就会不同了 然后如果是AXC 只有A被去掉 剩下IEOU OK,EIOU OK,EIOU 然后如果是CXB的话 也是去掉A而已 诶,这个是AXC 这个是CXC减B 所以是剩下B和C OK,正确 第二题我们设 A是12345 B是246 A,然后C是345 这一个他AXB先做了 过后再减C 然后另外一个情形呢 是B先减C啦 然后呢,再用A去减它 会不会一样 OK,其实他就是要看它会不会一样的 这个我们叫它结合率 它没有交换率吧 刚刚我们讲的AXB跟BXA不同 那我们这边呢,再探讨一下它有没有一个结合率 AXB就把2和4去掉 剩下135 再把,再减去345你就会剩下1 给第一个情形是剩下1 如果先做B减C的话 4就会去掉 剩下2和6 如果1减去2和6 剩下1345 OK,那他就问你说 相等吗,不相等 OK,所以这个也是代表说 减法这个集合的一个差级的 这个operation是没有结合率 一般来讲它没有交换率 应该也不会有结合率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加法跟成法有结合率 也有交换率 一般上两个都没有 第三题 色X是指数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先列一下 虽然列不完啦 指数 指数的话呢 我们有2啦,有3啦,有5啦,有7啦,有11啦,点点点点,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Y的话呢,他就讲说是正基数 也就是说是1,3,5,7,9,11,点点点点 那我们知道基本上指数里面呢,除了2以外 其他的都是基数 所以我们的XXY来讲呢 X-Y来讲呢,应该只剩下2 所以这个NXXY,X-Y,他应该就只有1而已 要注意这两个,很多同学会搞错 很多同学讲,剩下2 然后呢,NXX-Y,他就写2 他这个2是一个元素 所以那个答案应该是1 所以要搞清楚这两个情形啦 第四题,A是XX12的因素 然后呢,他是1到25之间的 所以因素有1 因素应该是有1的 我们先列A吧,不知道为什么 没有写 A是,因素其实是有1 但是因为他讲1到25 这个1是没有相等的 所以他只能拿2 有3,有4,还有6,还有12 对吧,应该就是这几个 B的话呢,也是1到25之间 18的因素 有2,因为9,28 有3,63 6,38 过后好像就是6了 所以是1,2,3,6,9 还有,还有吗 3,3,2,6,应该是没有了 应该是 还有一个18啦 不要讲 所以 A,X,B 2去掉,3去掉,6去掉 应该是剩下4跟12 所以这个A,X,B 应该是4和12 然后啊,看到吗 这个同学们就会弄错了 他问说 N,A,X,B 我们要的是什么 要的是这个A,X,B 里面到底有几个元素 是4和12 只有两个元素 所以要搞清楚 很多同学会误解的 比如说有一些就是数字 相较不同的意思啦 OK 所以这边搞错了 他只有两个元素 所以N,A,X,B 是2 第五题 S S是1到5 然后是自然数 12345 全部 R的话呢 是23456 23456 过后 S,X,X,R 去掉完 剩下1 所以N,X,X,R 也是1 因为只有一个元素 OK 就大概就这样 有没有问题